我们感谢基金会能够办这样的活动 对我们地方的温暑能够把更团出去 更能够保留下来 那么今天也感谢各位这么冷的天气来参加 因为我国语也不大 我有时候讲国语也讲平台话 可能这样的话 如果有听不懂的 还是可以问我们大家 反正我们要来的话 要得到我马上就能够得到 所以欢迎各位 那么我们现在 要不要 不必再那个 这样就可以开始讲了 那么我们今天是讲蔡前圣 对浩的古厝 那么蔡家 蔡前圣号 不错 我们讲到古早厝 我们讲厝的时候 我们传统的厝 就是有一条龙 一条龙 各位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 我叫人印 有一个 刚才有报告 现在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就是都要从 从 右上角 一二三四 这样看 五六七八 这样 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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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龙 就是说 只有一个价心 三经 五经 这样就一条龙 只有一边 佛念 叫做 单身手 单身手 有两边佛念 有价心 有佛念 叫做三合院 三合院 有门戶的 就还有一个 一路 那 国际叫做一一 那 我们台湾的将司 都说一路 头路 二路 这就是 就是四合院 这个 我们这里面 你看 这个 有大帮 左边是大帮 右边 就是二帮 那 旁边角厅 我们说 阿房 这就是叫角厅 现在 普通角厅 都在做 厨房 才算 就是角厅 那么这个 我们台湾的四合院 是建建在这里 建建文屋 名古十五年 名古十五年 就是1926年 Hay 만 建建的三合院 这个 到五世年 他在沿街道建文屋 所以变成四合院 所以我们这个四合院 跟八人 会建造的 這個不一樣就是我們有來外廠 別人的四合院只有一個廠 我們有來外廠還有一個圓圓 所以可見是園乃室三合院 後來因為園街道再建起來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圓的四合院 所以這個有列外來外院 那麼這個本來就是 我為什麼拿蔡佳德濟洋堂 就是要向國園解說 什麼叫素水龜堂 我們起床要素水龜堂 你看看他這間房子裡面 後面那一片水 像中間那一片 兩片互齡也都穿過 這樣叫做素水龜堂 那麼這個裡面又看 你看看他那個中堂 中堂的旁邊 左邊就叫做龍井 右邊就是浮井 浮井到龍井後面 右邊就是浮井 右井就變成月井 所以我現在沒有這樣比 大家看不看 這個就是中井 這個就是入井 這個就是月井 這個龍井 這個浮井 浮井 這棚跟這棚 這四棚都要用這個做 這叫做素水龜堂 好 這是這樣 那麼這個 這裡 一起來 這裡 我們這裡有三樓棋、四樓棋 台獄頓序,五樓就五樓中 跟我們這裡的公法有棋 棋屋的棋,是五樓棋的、三樓棋的 三樓棋、五樓棋的,是這個名書 這就是我們,沒有這個歷史建築,沒有改建以前 他們一個棋屋棋,有這個棋屋,很漂亮 這個造型是我以前的 那麼蔡家的開台座,叫做剉屬王 蔡師傅,她是獨公十五年出生的 她的祖宅是專家人 所以她在寒風、寒風年間 從寒風起,就是一般公義年寒風開始 來到我們棋屋棋、京城,來這裡做生意 所以她有帶兩個兒子 所以這是我們的開台座 我們這棋屋的開台座,是剉屬王神師 他第二代有兩個兒子 第二代的中榜就是菜水剉水神師 他們剉水神師,他就是三十四歲的貴姓 這是大榜 第二,大榜的兒子就是蔡江城 他這是參加含阿姊,來經營生意外 還要開墾我們這些土地 尤其是我們棋屋棋屋棋屋 都現在是三十五歲的 棋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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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 要去管理 人家來,在那邊看,大家說,老闆來,大家就打表作 但是他去都會散你一些粉,請你吃粉 這個蔡,他的後生有兩個小孩,一個蔡榕松,一個蔡榕宇 蔡榕松先生,他就因為我們北方的保證 在農學這園,他又經營我們武秋 武秋,所以說,他的叫做松藝貿易公司,全都是武的武秋 蔡榕宇先生,就是二姬入文,他也是很大,武藥宇 所以配合時,當時我們這個榜的,他這間榕榕公司 外銷我們的武秋的公園這麼大 他們的第五代蔡吉正先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老闆 這很有量,所有古廚的老闆,剛才開門 接台人又跟他們改水,還歡迎大家來 還出錢來經營這棵房,很不簡單 他們在那裡經營,以前經營這個武秋 這個武秋以外,他們就是創立新阿宿棉 宿棉的公司,追逐建造的材料 蔡吉正先生,就是我們這個古廚保證 由美鳳的公路者,把我們地方保留 用藥的文化築篩 那麼這個榕榕,榕榕 榕榕榕,生於江西數年 在江西二三年,江西二三年 江西二三年,就創立蔡神聖號 我們這棵房也在蔡神聖號補充 就是位於1897年,開始創立蔡神聖號 這個項目 那時候創立新生二十歲 經營油車,人女工廠,美鳥,十塊 差不多是十五十年過世 那麼創立新生人很大塊 這個油車就是,我們在蒸蔡豆油 我們蔡豆,用茶坑 中空,裡面的蔡豆的粉 然後用茶坑 有喔,茶就要蒸,蒸油 人家說蒸油,然後用酒桃 這樣開,這樣蒸 所以這個,我們就要探蔡豆 蒸,蒸燙燒,這麼蒸油 冷氣沒有油 所以,茶的感染有什麼效果 創立的就是,自己在那裡蒸 自己在那裡蒸,蒸到一身一半 那前面蒸這條水膏,這條水膏 超過的大水筋 他就是,都在那裡洗的 整身一半,自己在那裡洗的 很認真、兼燃的一位公主 他的兒子,創鋼青先生 他就是,以前是在我們蒸 我們蒸雅町做的書籍 就是我們公所,以前叫做雅町 也在我們蒸雅町,也在我們蒸雅町做過村 蒸和七年時,他做我們蒸雅町的 蒸雅町會員 所以,以前的蒸雅町會員 現在是代表的全身 蒸和九年,他就要做七年 做電營第二次,蒸雅町會員 蒸雅町會員,蒸雅町就是現在公所的政心 日本人,將雅町,公所稱為雅町 就是福老衣的雞排的所在 所以說這裏面對於,蒸雅町,我們聽說我們的保證 保證是警察單位來評的 一種叫苦中代,苦中代就是雅町評的 代表雅町在你的安排一個人 叫做苦中代 警察單位在你的安排一個人 一個人在跟他合作的,叫做保證 這是有警方 所以以前的保證有警察官 是這個原因 他做祖鴨,祖鴨就現在剋中鴨 和火鴨鴨就做火鴨 接二十三年,他移民去日本 先經營無窮,創工程生殖 十九年,他要坐鴨町回來時 他的鴨町水鴨去露中 還有一個祖鴨町,加布一條名,去給酒鴨町 然後又回到日本,受過這個災難 那麼這二十年,新鴨町就給民間 就是美國,開始攻勢 因為我們台灣也在攻勢了 住在這個,他的房子就去給炸掉 所以他還要給民間的幫忙 所以他就去廣島的山上 後來他在廣島的鄉下 不然原住大人來就麻煩了 廣島沒有,那原住大人 所以他兩個小孩都嫁給民間的照 所以佳豪二十年 這個日本導航 留民國三十五年,他就回到台灣 那時候他回到的時候 我們台灣剛才下算風 他做台灣共產黨,做法黨清算道庁 他台語的清算道庁 在我們家說優安保安,優秀保秀 所以這個暴民行行 但是沒有去清算日本人 日本人都集結在清算 但是呢,都去清算我們台灣籍的 英國二十世代的公務人員 反正你在公所、在亞中 在家裡做老朱、做警察 英國比較嚴重 把你招牌了 是對你,把你給你 現在大家就拿來來清算道庁 所以大家呼呼 所以我們二百四驚的前因 就是這個原人 就是因為這個祖牌 這個法黨清算道庁 那麼那時候 我們以前的這個關鍵中 就是丹南飛生心 那個丹南飛生心 原來是公醫 那麼公醫裡面 就是用五飛 因為公醫就是 應該就是 最好你有團燕邊 都要隔離 到現在一樣要隔離 所以有弊病社 就像我們每一個派所都有弊病社 所以才去隔離 那時候日本時代 隔離是完全沒有優 所以大家都死在那裡 都說給公醫 他接著獨立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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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百分之一的 會出的 那那個 從頭來問 讓人家愛照 還沒去受害 所以說 那時候他因為接著獨立主席的 所以才做一年的錠主席就失職了 就失職了 所以民國三十五年 十二月二月 經過代表 那時候這個錠主席是 甘接選舉 不是我們用投票的 是由國立的代表 是代表會評的 那一件是兩年 後來是改三年 所以說代表會評 我們創港青現身來做錠主席 那第二年 第二年 就四十年 到四十年 十年 還做第二年 總共做兩年 做五年 一次一件是兩年 一件是三年 這是我們蔡家 所以以前的我們這間廠 就像錠家廠 錠家廠的公關 是從那裡來的 那麼蔡家是這個宿和園 強建於 九五萬年 就民國十五年 還還做現在這個基礎 還做這個基礎 是三合園 剛才我告訴你 現在九五四年 再 政府就變做四合園 他拼車 我們把財宗在地前洲級的土石 叫做客 蔭客全城市 他應該是躲在我們的東平的後面 後面下路了 牠的夫妻就田中 所以牠說夫妻夫跟夫妻夫,兩年去每年 妳那我們今天的 Round政府 因為我們要娶芝新禍令三合院 是要請夫妻,他要照文功唱 尤伴唱的 普通人不孝的比較不孝 不孝出來的東西會敗 會無須賠 也沒有吉祥 所以都要有吉祥的吉祥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 他又這個地雍 又團四個筷子 叫做地村鬼 地水園 地水 跟彈青 所以說 共同初期 放一種有土水收 這個美意 就是如果說要吉祥 找榜一個人 因為每一個土地村 還有做一間 做一組 在同吉祥的 的水園 的陶水班 所以都在同吉祥 現在要找吉祥水園來找 所以說 這個丹青 最近幾年 幾年 十幾年 之前我還去問一些 這些我們說的老祥 說的話 我們問一下 有真正有學過的人 比較知道而已 那麼我們 以前的九年的意識 就像大年要掛童書 五國籍 還有一堆丁 還有一堆肉 還有一堆肉 來拜這個 魯斑申書 求吉避邪 由大木匠 大木匠跟豬蘭 來招牌 那麼 誰說大木匠的 就是粗脈 就是在做鞏跟吉祥的 這就粗脈 粗脈是什麼 雕獻 做鞋子 很粗脈 大脈 跟小脈 我們台灣就說粗脈 跟粗脈 大木匠 小木匠 我們就說粗脈 跟細脈 柚脈 我們就粗脈 那麼 由這個 來 大 因為要酒牛 所以要有大木匠 跟豬蘭 來拜 那麼 由主要的匠蘇 裡面還有一些 土水塞下去 匠蘇 拿這個機會 為太極八卦開光 要開 開光 移動的時候 要大家說粗脈 因為粗脈 這兩句是 因為我們台灣是移民社會 我們的祖先來這裡 要生活是不簡單 所以我們以前 有一句 一句說 就說 我們來台灣 掛 掛來台灣 是六四三流 一回頭 六的貴心 大家 他們來這裡 也沒有醫療 也沒有醫療 還有提煩 還有土匪 所以生命 都是為了 所以 六個四 十個有六個四 三個老的 一個 住不住 又回家 就是六四三流 一回頭 這變成 好 好 所以說 真有法 所以說 我們做生的六七兩二 所以現在無論 好拍子 都要說 真有法 這就是變成我們的吉祥法 所以我們去進香 來拜拜 來進 來行香 都可以說 但是我們要說進香 就表示吉祥法 我們要求進步 要吉祥法 這就是說 現在有個說進香 我們去進香 就能比較大 來比較小 沒有 要不要麻煩 是這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鎮腳 用來叫做草地 去富山 去進香 去分 去掛火 去分一些 好發達的 然後回來發電 我們在那裡 還有一點 先帶來 各位報告 現在 北山跟媽祖 在說香腸腳 誰做香腸腳 過期的人 所說的就是 一個廟 一個廟 有一個祭祀圈 譬如我們房尼廟 就是房尼你的人 就是祭祀圈 參加祭祀圈的人 就是要去台中 台中就是 台中的台 我們人家庭 定靠的靠 所以應該要有 定靠 每一項 問說你要參加 地點目 有的話 你要參加 名字給你消息之後 你有幾靠 幾頂幾靠 定就是女子 靠就是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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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就是半個 現在這個老闆路主 要先把你的 換回來 來拜拜 分這個 有對 先去問你 要地點目 他要把我們台後 補名 補頂靠 我們這樣算一下 說 我這回要來 要來進行 要花多少錢 我才去補這個頂靠 來開 叫做頂錢 才參選 多少頂錢 就是那樣 那麼這個參加有上級的人 這就是鄉頂家 鄉頂家的執行要再說 三天的去買市 三天的路買市 都要帶來扣軍 一般我們這個孫雄客要 所以說我們金雄客 現在就有金雄客 因為金雄客是我們金雄客的人要去參加 百里的人不來參加 這台大陸 八三頓是五路人都來 但是他其實不想做孫雄客 叫做金雄客 金雄客就是啊 我們孫雄客也是要去金雄啊 也是要留一個 我遊覽車多少 經費地路多少要留 但是你孫雄客就是 就是在那裡出地點參加以外 要再來這個 要再來這個 這個 扣軍 這個鄉頂家 更加親 更加複雜的東西 以外就是說 正雄客還是水雄客 正雄客就是要來拜拜 喊媽祖要來拜拜 說吉祥話說我來正雄 那麼水雄客就是 真尊重媽祖 說媽祖真大 我隨意來拜拜 叫做水雄客 這個是應該是 這樣比較 這個 正雄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 在我們頭的意外 就看到兩天的腳 這是日本性 日本性 才有這個 兩天的腳 我們的傳統的建築 比較沒有 就是說這是 比較有進步 現代化的一個 一個進步 那麼這個 我們這個 普通的國際 都說第一針 第二針 我們台灣的匠師 就說第一爐 第二爐 爐 爐 做人 就做兩天的腳 這是比較像入宿的政治 因為他剛才在老家 裡面應該也會做生理 所以說 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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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兩天的腳 只有做人做生理 就好生理 我們現在 台東路 男朋友 你去 在那裡 要賠物 也要賠物的錢 所以說 地方發展 東西就好 現在都 無聊天 放機 不敢收錢 好 所以說 這一個兩天的腳 這個 下面那個叫 酒肌腳 我們 我們拔的下面 那個 軟酥叫 酒肌腳 那個名稱叫 酒肌腳 那麼這個 他當平常 這裡有一個門 這叫做 規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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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用軟酥 切的地基 下面的酒頭 都洗乾淨 那麼 清水 誰叫做 清水針 因為 清水針 之後 還要炒到清去 所以這就是 清水針 的門 這清水針 的門 這個軟酥 軟酥的酒肌腳 都有的 你看 都有酒頭 洗一條一條 清乾淨 雖然我阿嬤 但酒頭 都洗到清乾淨 這就是 叫做 那麼 這個門檻 門檻是火頂 那麼 我們第一條的 火頂 國 我們台灣的叫做火頂 門檻 那是 運輸前的界定 所以火頂來 沒有人 沒有人 我們 沒有人 沒有人 所以說 這是理事來的分 分成內外 火頂來 火頂我 是要修國家的社會規管 火頂來 我們就要 準修他們的家規 所以 新年 應該 都不能打人的火頂 應該 我們小孩 吃過 吃早 也不能打人的火頂 就說 你不要去 觸犯人家的規矩 這是 我們教人 說 我們的時間 教人 要準修 人家說 入鄉水修 入鄉水灣 去到人家 要準修人家的規矩 這是原因 所以說 這個火頂 有火頂 火頂門籃家官 叫做門禁孫兒 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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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就是 我們看到火頂有這個規矩 那火頂 我們這個火頂 哪有嚴重的磨損 這就是說 見證當時 我們做門禁孫兒 會很興奮 非常興奮 他們用他們的車 在那裡 在拖車的東西 就要噴露 收回來 人家進去 出去了 大衆的 出去了 留下的遺跡 這是真的 看到這個火頂 我們就知道 他以前 行李是做多大 這個是 不簡單的 行李 行李 要做多大 出去了多少 照模索到這樣 就不簡單 要做那個 就可以證證 所以這個是 可以 這個 人家一家的孫兒 會說 那時候我們那裡 是多少人 很辛苦 需要也做得這麼大 這個一個 老後來的議員 那麼 第一陣就是 第一樓 我們現在 頭到尾脈就是第一樓 第一樓的時候 這是在招待客 過去來到人家 你是可以在那裡 人家 老主人來那裡 不然 來那裡跟你說話 來的 教材人家 他買進來裡面 要主人要請 要主人要請 才買進來 然後他這裡面 有一片 太豬廟 這太豬廟 就只有十三年 一世了 那麼 太豬廟有兩個門 這就 走進 右出 左邊進 右邊出 這太豬廟 就是 為什麼太豬廟 活動的 就有 住的 樓下 這個東西 就 在拔拔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 太豬廟 因為我們整個 沒有人起床 這個廟 手臉的廟 這個廟 這個廟前的廟 是我們 剛才說太豬廟 都有一個廟室 下面 有做 整台腳 起來有做 滾動 滾動 一半 叫做 臉上 有做 心肚 又起床 上臉上 叫做 水車肚 他都要造 這樣的規矩 含廟 就是規矩 這是我們 古大廚 他在建設規矩 兩邊 處間 兩邊 你看這間 兩邊處間 都是清水 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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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門 我剛才洗 人家在建設規矩 我們要把它洗 現在它貼好 再用菜規矩 把它洗乾淨 這叫做清水 清水 你還沒把它擦乾淨 可以再擦一張 這個阿摩陀 那就是擦肉 這洗乾淨的 這就要用大大洗 它要貼一大就要洗 就要洗 這叫做清水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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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的 它有鸟缸 以前我們 鳥 我們蒙攏的 團 但鳥還要出音 他以前會試過 把我們炒 我們的鳥雞 原來鳥雞 比較多 鸟缸 貓孔 一吟孔 我們吟孔 我們吟孔 我們的吟孔 蹦孔 也是這個孔 吟孔 吟孔的墓孔 就是說 我們臉上 它的臉上就是 有的 鸟的鸟 鸟 鸟有四角鸟 有鸟角 鸟角 鸟角角 剛才阿摩陀就看到 木板紋 這邊 要用木板紋 這是我們這點第一陣的 老師 太書廟 現在看到那個 木板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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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要去賣 我現在沒有中 剛才那個木板紋 這個木板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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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太書廟 如果在板分山洗清的時候 就這樣很簡單 對 對 對 這個走起來 他這樣穿好木板紋 他可以拼起來 他可以拼起來 可以拼起來 好 好 這樣 那麼現在我們就說 為這個 第一樓梯就是 頭 他本來是只有一個院 而已 叫做共青 中青 我們這間就是千年 君後院 有兩個獨家就對了 那麼千年裡面 玩二三何院的外廳 這個外廳 應該外廳 頭前沒有直接被這個 這個樓梯 他在拼起來 是藍兵 有藍兵 有藍兵 那條路可以去擋住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 有像 有一個 你 半裂型 有那個 公領 有那個管理 那麼 來 捏鹽 我們現在看到的 柱領 有第14張 對 第14張捏鹽 捏鹽 我們現在看到的 捏鹽 就是現在 現在圍牆裡面都念念念就是有殊臺間 我們就是一個藍藍 要去一天一天白夜 這叫做寶寶森膏 他這個頭前叫做出寶器 那個禪出寶器 一寶是魯班手 不是我們的手 魯班手 文工手 圍牆文化的文 圍牆文的文 文工手 都一樣圍牆文化的文 圍牆文的文 那都是文工手 就是等於魯班的魯班廚就對了 魯班手 大人說文工手 比較頂爛的 一爪是文工一爪是頂爛的 一個是陽宅就是陰宅在用的春秋 那那個藍牆文是剛才我的文化 二爪不好就等於四秋 四秋五春 文工手就是用魯班廚 四出一步就是四秋五春 那個時可能無名 再下一個四秋五春 那麼真聽到來年要成長自行 那麼這個就是那種 那種鎊 鎊鎊這個鎊 要變成的 不是四角的 要比較閉 要比較閉到長 長 跟那個我們的聽 聽一定是魯自行的 長的 聽跟這個怨 合起來剛才是長的長 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的人講得很難 所以你去 剛才說去圍洋 他現在這個圍像 這個圍像沒有翻一個圓 應該為什麼 你如果去普通的都會翻一個圓 為什麼翻一個圓 如果照火靈的回到 這個鎊 沒辦法變成電子 所以說 圍洋靈下來 會翻一個圓 再做門 你們看這樣翻一個圓 這樣做門 這樣就是 給這個孽孽變成爺 爺出神 那樣的原因 所以說 我有一個圍去東米佳豐 東米佳豐 那樣的圍洋靈來講 那樣的圍像 我一個圍這樣 就是跟你們說 你們如果 你們如果 嫁來這家 沒有生孩子 要讓他們擲小孩 亂說 亂說的亂說的 這個 絕對不對 但是為了 為了這樣 孽孽 要變成 變成仓 仓就是爺 裡面我們的天 就變成柱 爺 大家就是仓 這樣意思 所以說 你只要 佛嶺這樣圍起來 這樣就變成四角形 他就縮一絲 接著 我一圓 我們就為了 要讓這個圖 變成 不是說 什麼 看著這樣 沒有客人 沒有生 要帶小孩 這個會怕 會讓人 不硬 不是這樣 好 好 好 抱歉 好 好 我們客人先 5分鐘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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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說 對 這很煩惱 你現在 路燈子 你去住在這裡 這個 這家的家的家 就是 我們公家的 觀眾 觀眾 不只 誰 要在這邊 這個做完蛋 這樣做完蛋 在這邊做完蛋 在那邊做完蛋 在那邊做完蛋 冥殊 就是這樣 我們去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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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要這樣 那路回到我們 一樓 不要去完工 我們傳統 現在都沒關係 現在沒得選擇 現在沒得選擇 那現在沒有簽到的 快 那個兵士 我們就知道了 對 老師 你們是 那你們是 琳霄 不能像 狠 做大樂 那你才 好 這出現融化 那 你出來 你們多 我要簽到你 要啊 太時了 你有簽了 你有沒有簽了 一筆 我們現在只有掛 這一筆 這一筆 一筆 太時了 請問他有簽嗎 有 我有簽 有 我有簽 有 我有簽 你這樣子講的 我告訴你 你在這裡 我體驗不會有簽嗎 我沒有要怎麼 我聽你留了 我說我到了 我到了 怎麼有國人拿回憶我 你全部在這裡 我全部在這裡 比較密切 我在這裡 我簽了 我簽了 第一個簽了 我最後來 我先到這裡 我先到這裡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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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瓜埔的這 你要注意看 它有這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就是六六大樹 前面 對 六角形 還有簽幣 那個 這個六角形 如果長方形 就是變成孤 瘦 代表瘦 那麼這個 還是 正六角形 就是簽幣 代表財 財 財富 八角形 就是八卦 納己 氣善 它 最裡面 這一個 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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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今天你們來 我剛才看 剛才有開花 含帖 你們是貴賓 那麼 貴花是貴子男孫 我們英國說 頭面前要種 含帖 來接人家 後面要種 這個貴婚 所以說 後代的祖孫 才會 祖孫現領 叫做這個 這個貴婚就是 代表 貴子男孫 老師 說後面是後院嗎 對 對 前後院 因為 我們是由大家 來種貴婚 就不設斷了 那麼 他在鐵球 我叫鐵球 經過 我們跟姑娘主義 又大貴婚 喔 貴婚開很漂亮 鐵球貴婚 是很吉祥的 這個 所以他這 這個 創造的都做好事 所以鐵球就貴婚了 這個鐵球 叫做 鴻瓜嬌 還有鴻瓜雄 也有 臂火樹 有 黨煞化齋 會 旺財 所以鐵球 貴婚是一個 非常吉祥的 象徵 所以你看到鐵球 它就是 它就是 壁火樹 也有黨煞化齋 會旺財 會旺財 這是鐵球 所以 所以 他們這家 一家 要這麼多 我們都要 這麼興奮 剩下 人家 多少錢 我們現在在說 巫孫 家的 巫孫 那巫孫 這叫出寶器 然後 火鈴 你看那個火鈴 火鈴 就是出寶器 我們這個火鈴 它出寶器 出寶器 我們普通的 都出寶器 只有出寶器 只出一個寶器 就淹錢 淹錢 淹錢 比較寶器 就是出寶器 剛才這樣說 這個 要四串 四串 四串 四串不是我們普通的 串 五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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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串 不要說 我扶起來怎麼會扶 這個材料 做得對 不是 不是我們各種的手 大手 是要五串 五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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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後來的經素 我們普通在家裡有幾串 幾串 幾串 有三串 是後面三串 五串 有七串 九串 我們台灣最多 十一串 十一串 就是在南部 在我們 分林那裡 有一串 是後面十一串 那麼我們普通 在俄羅的 千金寶 在下來 大廚 九串 三串 八串 那是後面九串 那是大下山 這就是三串 八串 那麼後面七串 七串 就是出來 是三串 這叫做七串 就修下山 那麼 我們裡面 會大串 像這個 那這串 是七串 所以 七串 的 這個 大客廳 那麼 各位 我們雜公 這裡面 就是一樓 兩樓 這就是一進 一進 所以說 我們 鳳凶 你們知道 英國的 我們上司 都會擺槽 給你擺 尤其 警察 都會擺三串 給你擺 那個是什麼意思呢 你如果擺意思 你就會擺 你如果不擺意思 你就會擺 那麼 一串 就擺下 代表一樓 一串 就對了 兩樓 就是兩樓 三樓 就是有三樓 就擺大客廳 所以你去到人的問 去到窗戶 人的問 就問 你要擺下擺 擺好 你擺起來之後 要擺一步 就擺下 擺下 再擺 擺 擺之後 又擺 擺去窗戶 擺去窗戶 擺 擺好 擺起來 擺一步 擺一步 擺下 擺 擺窗戶 就擺下 就擺下 就是一樓 擺下 一步 就是擺窗戶 這樣的話 你們就聽得懂 要不然 你不知道怎麼了 拜一兩球 拜三兩球 所以 大累 就拜三六球 做兼的 現在 可憐 三宙頭 以上的二宙頭 都拜得到 現在不用拜 現在都沒辦法 所以要報告 不過 這個民俗 大家還是要了解 那是什麼圓國 可能有人不知道 宗卓聖就是分金 這個抵理書 抗議書裡面抵理書的方位名稱就是 左青龍又白虎 前之雀 後世如 有人問我誰就是左青龍又白虎 這是他們抵理書 對這個方位的名稱 這個方位就是 就是說我們這邊 這個大平 龍平 小平就好平 一樣 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前出借 後賢如 他裡面就像後面 賢如你就要熟什麼熟什麼 那麼地理書的一個名稱 跟他裡面就有分說 對一邊的怎麼做一邊 做什麼 這就是為他們抵理書的名字出來 那麼所以 中卓聖的分金 就是 他的分金之後 就是這個房子的龍 這樣握起來 這條就是 我們以前說 頂分金分 要分金去 就是我們要起床以前 先叫 叫地理書來看 地理書看好之後 他叫 露經 要給你看 你要起什麼 所以才把你抵頂兩支分金 再抵一條床 土水塞就要照這裡來開始做 這個叫做分金 這個分金去 都要叫什麼 叫人來頂 因為 還要拚一個 手金 來頂的人 還是去背人 如果要去背人 都要再包紅包 這個 這個 連書很大 這就是 我們的分金 他這樣為準 左邊 左尊 左尊 右邊 架邊 比較大 右邊 比較小 內 比較大 外 比較小 這是我們傳統的 所以 前面 叫做 後面 叫做 正 正 後面 前塵後塑 這是我們的名字 但是我們裡面就是左尊 右邊 左邊 左邊是我們在看的右邊 是這座的左邊 是我們在看的右邊 這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搞清楚 你這個門簾就要打不住 所以說 我們在看的左邊 就是右邊 所以你應該要 帶母簾 釣這個 釣連 左邊 就是大 你會釣右邊 就不對了 所以以前 這個婚規期 所以母簾 要在那一對邊 實在是 母簾不是最大 是阿姊阿伯比較大 不過是 豬人扭客 所以用母簾 母簾 尊重他 在那架邊 不是說母簾最大 應該是阿姊阿伯也最親 不過 豬人要扭客 他是 我們那邊的姻親 所以都說 扭姻 扭姻在台大這邊 就是這樣 所以 扭姻 對不對 我們家的扭姻 是我們站在看的右邊 所以說 你說 右邊大小 你就要想說 我說人家左邊大 就照這個房子的方向 站左邊大 右邊小 所以大房在左邊 二房在右邊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 以房子的坐向為坐向 左為大 右為 左為大 右為小 這樣說 不是 你站著看這家座的 不是你站著看這家座 是 這家座的方向為準 左大 右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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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種的就是 左尊右邊 內尊外邊 前尾堂 後尾數 藝門 就是門樓 門樓 我們這裡 門樓 沒有 這個 香黃 閩安倫香黃 國際有做香黃 你知道嗎 你看西香水 那個香黃的 我們台灣的叫做火龍 客家人叫做浮烏 所以西香寺就是 去給他住在這裡 住在那 火龍的香黃 西香寺就是這樣 那就是 這個香黃 就是這個 那麼 烏雞 烏雞 烏雞就是 我們說 我們的大浸 我們的家床 上面上面 這個叫做大浸 這個烏雞裡面 上香就是 它裡面 是怎麼 有創一些 錢空 有錢 錢用的 還有一些 柳條鑽 因為怎麼 這棵中浸 很長 裡面都用 這個 匹 和土 拿吞起來 很長 降書 就為了 這樣很長 第一點就是 我們中浸的 收來大 第二 你沒有浪空 我們 收的風刷 風力很大 有時候 我們這個 中浸 會做比較高 你如果沒有放浪空 中浸 會被風胎 走回去 所以 要放浪空 浪空第一點就比較輕 第二 它就是風刷 會比較尖刷 比較尖刷 所以可以整風壓 但是呢 它就是會做一些錢 錢幣磚 跟柳條磚 在那裡用 這樣配合起來變成什麼 柴鹽滾滾 以前的起始都要有 這個 好像吉祥 現在銀瓦 鷹銀瓦 就是旺瓦 正面上的 有做銀瓦 有做幻瓦 有做旺瓦 手鷹 這個有做手鷹 浮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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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這個鷹 都變得一樣 一爪 要 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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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有做什麼 有一個 老師說 這個 不是說翹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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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扣是鷹的 一手一腳 拍照的面子 那個學生來聽說 要扶完 扣 扣 扣 所以說 這裏面 就變成有 蛇肘 跟蛇膏 所以說 蛇肘 有蛇肘 那麼蛇肘 蛇肘 種肘肘肘 分間就是在蛇肘 不是蛇蠻 那個 流水 在白水 所以肘 種肘肘 誰 腸植 扶完 那裏面 Romans 要瘋 算你的素容 就 天地 淫富貴賓 天地 淫富貴賓 算到 你這個 要瘋到什麼 不要瘋到瘋 所以說 他這樣算 所以現在 這個 這個 我們 客家人還有 我們講究 但是我們明南論是只要不要去賓就好了 天地、淫、富貴都沒關係 你賓賓、貴賓、貴賓都沒關係 所以不為六的倍數 六的我賓,天地、淫、富貴賓 所以六不能用六,六的倍數也賓 所以說六的倍數無聊 行分金是在賓賓的 就贏賓,鄉民町那些賓 流水那些賓 他的金氣就是賓賓 賓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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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 這是他的金氣 那麼這個屋頂,我寫一些這些賓賓給你 這個屋頂的分作陰湧、陰湧、陰湧、陰湧 那麼鄉民就是陽坡 那麼鄉民就是陰湧、陰湧、陰湧 當中的建立地基礎 朝外是陽坡 朝內就是陰湧 以中庭 就是剛才說中庭 中庭 尾准的時候 是朝向中庭的叫做陽坡 背中庭的叫做陰坡 這樣可能都聽到 那麼現在陽坡 它的口説是什麼 前高或低 前短或長 就是說陽坡的汙園 要高於陰坡的汙園 這個要做什麼 它的長比較短 陽坡比較低 陰坡要長 所以說這就是什麼 裡面最差的都用一手 一台手左右 所以你看看這家庭 前面前陽坡要比較短 為什麼陽坡要比較短 它可以納財 後面為什麼要到陽坡 它可以納財 所以我們前坡後坡 後坡最少要多一支 要更長坡 然後後 還可以納財 這是這個原因 這個長坡的口説有說 三坡 什麼叫三坡 我們這裡的長坡會說交叉 交叉 交叉一坡 其實 三坡就是 側坡 側面這坡 這三坡 這坡 這個就是 側坡 這叫三坡 因為有這樣 所以叫鳥踏 這就是前坡 這就是後坡 這陽坡 這陰坡 這樣可能大家 這樣比較 腰杆 護士 這是 天椒 對 acoust 克彭 他就是後坡 所以船 我們是前坡 這我們是上坡 仁壑 和房秦相 一圈一圈 叫做穿抄沙 這就是壁 這樣做補佛 就補酒好壁 現在有水年補酒 水年壁 那麼 什麼叫馬輩 馬輩 國語叫做馬輩 我們的將書叫做寇陶 寇陶 這個叫做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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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陶 寇陶 這個你看 如果你看馬輩 他看很多行 他就叫金木水灰陶 在擺 那麼這個為何我們的家 將書怎麼會用這個寇陶 來做做不一樣的行 因為寇陶本來是三角形的 我們寇陶的文化 最寇陶的三角形的 三角變做寇陶 啊 去對馬輩 輪到不吉祥 三角形的三角形 做寇陶 我們就盡量不要 摸到三角形的時候 你就去做 所以再做一個不一樣的形 再看你這個主人欠誰 你欠壞 我就要做寇陶 要做寇陶 有各種形不一樣的 所以金木水灰陶 它的形不一樣 我這個後面 可能有 有什麼 對 這個叫做馬輩 馬輩就是寇陶 那寇陶 那寇陶陶裡面的五形 你給它看 剛才現在我們自己的現實 這個寇陶 這個寇陶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寇陶 這就是寇陶的 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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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寇陶 我這樣比較好看 我跟你講 剛才這個 面上這個寇陶 寇陶 面上 寇陶 剛才那個寇陶 這樣就很寇陶 這個形的 這是寇陶 這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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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木水灰陶 是為了這樣混亂 那看你主廊 會寇陶 欠陶 要用這樣來補 所以說 一間家裡 有時候 架心這樣 無靈 會不一樣 因為怎樣 主廊現在欠陶陶 後代主廊不一定 所以會變化 這寇陶 所以這寇陶 我寇陶 就用陶 來補 用這樣 所以說 會用裝書 以前一種 表示吉祥的意思 所以說 在馬背 口頭 分作 金木水那一套 會形 不一樣 這 水型的 就是 水 這個 這個 水型的就是 小木 比較大的 小木 剛才這樣 白白的 這個 這個 形眼就是小金 這樣就是 鞋子的金 火是這樣 這個 氣質這樣 小火 大家 對這個 印象 去看 小火 但是我自己 有時候也不記得 不然 看土 也不記得 很難 辨別 就是說 有時候 白人在做的形 不一定都一樣 有時候 我們就 沒辦法去 建造 這個 對 很難 那麼 再來就是 我們在說 他這家是唐浩 唐浩 唐浩 我們現在說 這家 起床的色彩 明蘭倫都要紅 爺 紅爺 真紅 強烈 紅就大半 我們這個 明蘭倫 客家倫就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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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飾 衹捷徑 比較 你的客家 他們 都會 有 白牆 其實明蘭也是有白牆 那麼所謂 唐浩 他這邊 姓菜的是 季陽宿澤 這是 鄭浩 他的發展出來 那麼 這個 季陽 就是在這個 山東 鄭桃 宿澤 就是 宿代 溫澤 就是說 對我們的 祖生 發揚祖生 對我們的 這個 這個 宿代 已經 沒有 沒有 祖生就沒有 這個 宿者的意思 這樣 唐浩是姓書的 法詳定 我們 每一個姓 有的 鑫浩就是 原來 生 從哪裡發財起來 那個所在叫唐浩 所以 港生都港唐浩 港唐浩 那麼 所謂固理 因為我們是移民社會 台灣 我們有 港 組織來 組織地來 這叫做 固理 所以 你港水平 都說 我們 生人的東安 就生人道 也有很多 港水生生人道 不是生人道 就是生人的 那實在 就是 沒有港唐 你如果社會議 就為我來 社報電 就報電來 你社媒生 就媒生來 都會生他的固理 那不忘本的意思 但是這個 這個固理 生一個人 就生他公媽拔 跟夢拔 不要忘記 他的主基地 所以說 現在 因為過去都 有疏忽住 無論 跟客夢拔 還是生公媽拔 都有經過 有拜 塞過 有過的人 才會叫他請 有紅包 但是現在是 商業的 你跟 買公媽拔 他就把你寫 你不知道 故里要寫 他都寫唐號 唐號寫在 陰的所在 是不對 故里在寫 為什麼故里寫在那裡 我們來這裡 叫做出外來探家 探家之後 我們最重要 就是 要移情環鄉 回家 回家 回家回家 我們故鄉 但是 我們不愛 西地 台湘外利 所以說 我們不可以回家 我們來台灣 都在這裡來這裡 開餐 做餐店 沒辦法回家 所以我們 我們為了 友好 所以 他的貴心 的橋頭發揮 就是一個 膠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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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要做一些 褲子 而且 還有兩塊 包 裡面 還有一些錢 還有 方便 這就是 要讓他 生不可以 依情環鄉 師 也要讓他 能夠依情環鄉 表示我們的孝道 所以 在這個科技裡面 就沒有做膠庫 膠庫的庫庫 小小的 那些 那些 灰霧 包起來 拿著走路 這是古早 現在就沒有走路 也沒有膠庫 這個科技 這是 那個原因 我們有風修 我們要知道那個風修 的 原來 原來 是這樣 這個 現在有爬 通知 現在 現在 看甥媽夫 的時候 不知道 她做一堆一堆 這是 變成 古早 我們在做這個了解文書的人 對這個報文就有一點點了解 那麼這個鏡面板文 什麼叫鏡面 鏡面板就是聽文 人家說這個白樓面 鏡面就是駕面 駕面就是說 我們平常在看人家 就是鏡面 就是鏡面板文 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這個面 都會創到這麼一個裝書的 最精采的就都在這裡 它精采的東西 用很多錢開錢去做裝書 錢都開始在鏡面 就像我們說都藏在前面 藏在前面的房間 都放在那裡 所以它的精華就是在鏡面 它這個聽文就是寄物無書 陽春有角 他們這個文化的人 他們以前這個四歲 他們這個 蔡削江青山寺也是四歲 因為他們經常在這裡辦四歲 所以說它的寄物無書就有分比足地 救助他的人 都沒有書心的時候 你這個人會變成什麼 長 不是長腳 是你有身腳的溫暖春光 長腳去長是有身腳的溫暖春天 那邊造福 造福處大家都受到處 這句陽春有角 它電故是由唐賢中開源期間 有一個宰相叫做宋情 它愛民學對人家很好的 所以朝野都很好 那一位人都認為 它是我們有腳的陽春 所以他走到處 去到處都有陽春宣物 所以用它稱讚 它一個神明的官僚 所以陽春有角是有電故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如果能夠走到處 大家都反映 去到處都會把地陰地風 這變成就是陽春有角 那個長腳 長腳不是長腳 是生腳的陽春 不是斷腳的陽春 那個意思 要搖到沒有 不對 正妹 那麼它的問題是 寄宿駕長紅 江山永固 陽光成熟氣 文地正會 他們才的故島很漂亮 所以特別加地 那麼救助宿輪 你畫在剛才天上 架色長長的彩虹 山河面貌 央照的永保顏色 江山永固 那麼陽光成熟氣 文地正會 像太陽照合作的 一派溫和宇倫的氣息之中 我們的宅地 也會被天光 這也是在鼓勵祂的祖孫 能夠 能夠說 你會做出來跟祖父 跟祖父 跟祖父 這個溫和氣息 向我們的門地也會增揮 所以說 今天 創黨的 就是有做很多的工作 我們今天早就有機會 在人家祖父 我們家祖父 我們家祖父 都創黨的 真好 對不對 這個人 就是要替 付出 方便 讓人好處 這是我們做人 也是我們做人的道理 政府的倫理 政府的倫理 中國的政府倫理 尊財關係 尊財關係 要有大有小 舊室教本 這樣 要有大有小 這是我們政府的倫理 這是我們政府的倫理 你要去看 都要佛靈 都要比較低 靈要做比較高 這樣 白樓民 剛才正面就是白樓民 正面就是要做白樓民 因為普通 剛才我在說 太宿病 裡面 那個也是白樓民 它都有名租 有在裡面 就是滾台腳 滾度 幼度 神度 這個 丁度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鞋子 叫做 鞋子 鞋子 就是 滾度 中 就是 油度 面上就是神度 丁度 面上就是水車道 普通有的水車道 有創一些 綠藥窗 有的水車道 會做泥塑 比較高那種 會做泥塑 來裝飾 這是 降飾不同 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那這 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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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宗,我們做人好事也是一個福報 善宗就是這樣 好年老 好年老 他講這個,我講得太多,他講得太多 好年老,善宗就好年老 這也是一幅 這是雕刻,這是一幅夫人文 裡面那個腕宗,打腕宗,因為你的孫子做一個 阿母就要買三來,三來就要打腕宗,腕宗就吉祥 那腕宗,這腕宗就是長,長長 彩的腕宗會長,這樣叫做腕宗 看我們很多古屬爐廟的,都會發達到這裡 那麼朵器牆 這個牆用朵器牆 這個叫做刀 我們明南叫做刀 刀器 刀器裡面就是用鑊磚 切成箱形 所以原來講 這個刀器是怎麼做刀呢 因為它那個空間 聽我剛才進入了一刀尾 是這個像現在 那個刀裡面 錄酒桃園而已 沒有 它也 融雞它一刀尾 因為 好的人中 它有一個壁 有哪裡一尾 它是外的 自己可以拿走 裡面放雞肉 放更好的東西 會變成它的 儲藏樹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 有哪裡一匹 這有它的 暗號 那麼朵器牆 它就是一匹 它的一匹 它的一匹 叫做一順 那 盆的叫做順 在那叫做頂 所以一順一頂 這樣 那是最多 最多 最多 材料 建築的 最多 你外的都是三頂一頂 三順一頂 這就是 三頂一頂 這就是 這就是 建築的 就是這樣 過來看它的門窗 門窗 有 柴的門窗 柴的門 柴的門 柴的柴的門 柴的柴的柴的柴 柴的柴的柴 我們剛才 這個 圍牆那裡就有了 還有鐵條鑽 鐵條鑽 鐵條鑽 在我們 超過十六年 戰爭就正用 有的都叫 起起來 所以我們這裡也有起 有的 因為現在 已經 又熟好了 但沒有 沒有 鐵條 用木的 那又好 又好 這個就是 這個二棒 這個大棒 大棒的 書箭 這是 泥塑 這是 泥塑 它 竹籍心化 中 就 撲骨 撲骨度 這 可以 你們可以去 心掌 櫥磚 佈塑 這兩個 櫥磚 真痛的心度 用 浮花雲 伊瑪利 竹磚 併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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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和我們棉蘭花 它這剛才兩棒 它就說 三角火 三角火 三角火就是變成 三角火 兩棒都中火 所以叫三角火 它有那個 含義 銀義 三合花 三角 因為相合 要做三角 因為我們在日本 掛的時候 我們的三角鍋 三角水 三角水 三角 都把我們撒三角 三角 不是三角 是三角 三角 三角研究 三角碧 主動 相合 叫做三角 相合 叫做三角 三人兩人 沒斷地下位 不是三個人兩人 三人 兩個人 啊 啊 面對面 沒斷地下位 叫做三人 一鄉 就三 他叫三 因為我們小孩 我們老婆說 要扒什麼 去幫我拿一個三角 不是三個車 雙車 說做三角 三 那就是三人兩人 三角 就是這幾雙 這 驚 驚 驚 紅手 我們每天都三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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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 你拿一個三角 來 你再搶一個三個車 不是啦 兩個車就三個了 蘇檢 這很漂亮 灌蘇 這個窗 木窗 有鑽石窗 剛才有說過 那麼 這會有 這個意向平安 他這灌蘇 這個蘇檢 這個就是平安 代表平安 這真正 我們台灣 會做這樣 算是他這來看 港鐵山 做這個模型 再用酒灰 去藏這個佈地雍 再來搶來調 要做幾個拜工夫 做好 要模型 再做好 搭再又油菜 再這樣做 真費工 不是一個做得好 我們以前有兼鐵運動 就是這個鐵 叫鐵甲魚 這時候剛才會在戰艦 才有十六年 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這邊就開始要關門 那有的拖 用拖子 那的拖子 也叫北京甲 那應該 警察來 叫你高不高 要打腳踏 所以 一 那要有什麼東西好 就一用 那個 拿去給他 這樣 最正的就是 對於說 還要我們的 鐵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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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會 煎煮了 所以大家唱到 不夠看到 這樣 這個 這個泥塑 裡面 這蘇煎 這二棒的 蘇煎 他這怎麼做 用鐵甲 做出架 固定在床上 這個牆上 再用麻農 補地用 這個灰 跟酒灰 打散 出杯 就像先做一個霧 再兩度的 用這種東西 還要經歷 你要第二次還要經歷 蘇煎的修復 我們這裡的蘇煎 搭掉了 再送 再送 再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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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繡畫 所以我們做浩龍的 民宿 是蘇煎 是保護的原料 只有 沒難 還要想 不然 它都很長 很長 沒有 這個 這個 就大方 這邊的蘇煎 這個 這個蘇煎 這個蘇煎的中間 倫悟化 兩邊是平安 撲國度 蘇煎就是 有量配 做裝書 這個 走出方 二棒的蘇煎 這是 六月照 這個 導演做新的 還做過 所以 這件是 我們來的師傅做的 現在 二棒 二棒還做新的 然後 這個 泥塑 他這間 泥塑特別多 我們菜車不錯 中間 造妹 中間造妹的泥塑 這個 右邊 右邊 就是 郊葉 就是 這個 金銷魚 過了錢幣 過了蟹 過了蟹 過了蟲 過了蟲 蟲蟲就是薄 所以 表示招財淨薄 招 交業 錢幣 財 蟹 蟹 蟹 蟲 蟲 招財淨薄 這都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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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 蟲 就是平安 代表平安 蟲 蟲 牡丹花 蟲 富貴平安 好 這就是這樣 我們怎麼兩隻 兩隻蟲 但是你有看到 別頭看不見 其實就是別頭看 要叫 富貴到白頭 這個他意義都很好 這個 這個 漁塑裡面 農邊 角兼 就是我們現在 就 架新三兼 下來 英國說 六五兼 我們現在就說 角兼 國際有的 阿皇 贏 阿皇 贏 這裡面 有利主 就是乃姬 乃姬是西輝 裡面的聯種三個 就叫做乃姬代表 柚子還有 農母是豪彩頭 鳳梨是旺來 農邊 這邊就是農邊 架邊 我們看到架邊 架邊的左邊 這個 這個叫做鋤頭 架 這個叫做鋤頭 鋤頭 國際有叫鋤頭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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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鋤頭 鋤頭 鋤頭 他就有什麼 麟頂 就祝福 這是代表富有 麟頂 麟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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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代表祝福 鋤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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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go 彈頂 理由百孫 這個 這是 那麼豪扁的鋤頭 想玩玩廚房 下方就是蓮霧 蓮霧很多人用 我們一般的方向說 我們拜拜就不要用蓮霧 你剛才聽下去 回來就能拜蓮霧了 因為蓮霧 大家說頭髮的 不要頭髮的頭髮 蓮霧說要把它削掉 不過你一人這麼漂亮怎麼削掉 那是蓮霧的 最近大家又沒中 蓮霧就把它削掉 其實蓮霧的將書是財大 財大可以納財 所以它是代表財大 財大 財大就可以納財 這個是意義分對 說蓮霧的人 應該是財大 它的財大 這個就很意義 這個叫做蓮霧 蓮霧 蓮霧就從唐號的佩合 就是用蓮霧跟彩繪 那麼蓮霧就是蓮頭片 蓮霧霧霧 現在用廚圓 用廚圓割 蓮霧 蓮霧一個蓮霧 蓮霧很厚 蓮霧很厚 蓮霧的形 來用這樣 所以 好 可以 好 好 那麼這個 我們現在說到這裡沒關係 還要休閩 為什麼要休閩 他們很痛 對 對啊 對 你這樣聽不懂 還要休閩 你這樣聽不懂 要休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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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都跟老師 有時候是可以白看不清楚 看的才是 我們剛才在說尖涼 唐浩的片額的花圖就是尖涼 它的彩色就是彩繪 這是彩繪 煎涼就是用頭片加來涼 所以有時候看我用柚子 柚子在做這樣 我小時候剛才說白了 在做涼的片額的時候 說有這個眼鏡 害我耗耗你 沒來看不見 當時拿瓦在咖 咖來涼 說有這個眼鏡 就是用油瓦 咖油瓦去涼 這種東西是這樣 現在說彩繪 彩繪就是 它才有色彩繪 就是彩繪 我們這裡的匠書是李文盒的老書 跟他是盤綠水 他是盤綠水那裡出來 擅長的景畫和朵頭設計 所以我們這間歷史建築 我們要去的時候就是請他來掘 那麼架心的布殼的殼 這個就是我們出部的園囊 就是園木架构 就是要怎麼用它給他來掘 那麼泥塑裡面的彩繪就是書墊 門邊 這些都有彩繪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的時候 就去看看這些彩繪 譬如說 那個有色彩 那個色彩繪就是都經過彩繪 那麼這個彩繪裡面 有很漂亮的東西就是在中間 中間的彩繪 那個北瓜的彩繪還要鞍金 北瓜還要鞍金 這個北瓜在做特別鞍金 那麼中間的兩頭的彩繪 有這個牡丹和白頭翁 就是富貴到白頭翁 就是在我們中間的鄉邊 就是有一個牡丹花和白頭翁 還有一個白頭翁跟兩章連飛 就是一路連科 科技連連中長圓 一路連科 這都是吉祥法 也在鼓勵主孫 大家這個東西 那麼燈涼的彩繪也很漂亮 燈涼的燈涼 這怎麼有彩繪 那麼現在彩繪以外就是裝塑 裝塑裡面就是用泥塑來 所以說中間用柳條 用錢幣來裝塑 可以增重 剛才說過 跟增壓 又變成柳條 變成柳條 這是強制 是架新 這樣 那麼這個泥塑裡面 右富房 右邊的佛林 他的強制 是柳泥塑 他的泥塑是梅蘭族籍 宿金族梅蘭族籍 引譯的穗寒豬油 穗寒的好朋友 不是山油 而是豬油 就是梅蘭族籍 都穗寒的好朋友 這裏面 梅 這個就是梅花 西瑞的梅花 這裏面的火鍊 右邊的火鍊 我們看 這個 這個梅花旁邊 那就是柳條磚 那就是柳條磚 現在過去這邊 梅蘭花 南花這邊就是錢幣磚 兩邊錢幣磚 中柳條 好 所以我們剛才說 這個最柳條 比較明顯 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剛才說 我們剛才說 這個叫蝦龍 這個叫蝦膏 這個蝦膏 就不要對蝦 不要對蝦 這是剛才那個名字 就是這樣 你看這隻蝦在這裡 這蝦龍就是這樣 這就是蝦龍和蝦膏 剛才有人還在裡面 所以利用這個蝦 這個蝦給各位介紹一下 那麼這邊 紙丁 梅蘭珠 那就是蝦 蝦蝦 梅蘭珠子 這是蝦花 這是蝦花 這就是蝦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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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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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什麼 齊勤俗話 瘦� 漂亮 我們以前 我們這裡團隊說 我們人 剛才的蝦龍 公主 牠要有四種蝦龍 滾頭 蝦酒 滾頭 蝦酒 是以前 上等社會的蝦龍 就是 滾頭 滾 滾頭 蝦酒 手蝦 這都是 手蝦 現在手蝦 以外是 手蝦 這是我們 滾頭蝦酒蝦 現在 齊勤俗話 宿義的比喻 宿義團家 齊勤俗話 就說 一些文倫的記憶 宿義 是他的就是 齊勤俗話 會好 大琴 會好嚇吉 他的吉 不是我們的吉 他們都有吉 有吉 有吉 會過度 這個 你們都有 我看你們都在那裡 你們會唱歌 還大 還威 你們會用波葬器的 就是一樣 打 波葬器 對 這個琴 也就是泥塑 琴 琴 這吉 裡面都有緩緩 這個 書 切 這個 圓 圓 泥塑 就這樣漂亮 對 過了 這個 圓籃 那個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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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補靠 木枯 木枯 這個 不跟你們說 可能 我這樣說你們聽不懂 他說它有名字 它的名字 這個 這裡有做 圓瓜 這條有做圓瓜 這有做 補通 這有做 看水 這叫做 送木 這有做送尾 這有做什麼 這就是 瓜銅 這瓜銅頭的 度 這就是 十一元 十一元 這個 這有一個 這叫 雞 雞蛇 蛇 蛇 然後這個 這就是 送尾 這什麼 這就是 送木 這看水 這一個就是 專階木柱 專階木柱 這 那個圓鼠 我沒有這樣比 只有這樣 可能你們不知道那個意思 現在這樣看有沒有 鹽光 鹽光 鹽光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再說一遍 好嗎 這個叫做 鹽光 鹽光 裡面有做 普通 我們現在直接在看 這一個 這個叫做看水 看 在看水 這就沒有太大 這個叫做送木 這個叫做送尾 現在過來 這個叫做 這叫做 瓜桶 瓜 瓜桶 那過的 會倒 瓜桶 也可以說瓜桶 這就是 瓜桶裡面的 這個會倒 啊 面上就是 十一圓 鵬子 鵬子會倒 這裡還有一個倒 鵬子倒 那麼這個 再過來看這邊 這就是送木 送尾 送尾 送木 再送木 這送木 這就是看水 這就是接條 民族 大約是這樣 因為這個 民族 你如果 學會之後 去看人家的古大廚 還是去廟的 這個民族 就會比較有一點 印象 啊 現在又過來 這裏面就是 補靠的短註 這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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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小이� 這裏面 這個 這裏面 這裏面 過了就是這個叫副駕 副駕 副駕 這個叫駿駛 這個叫駿駕 或是駿駛駛 這個叫怎麼駛 這個叫出駕 其實這個就是只有一十年而已 如果連尾拼去 同尾拼去叫做 捏挑 硬挑 民主都不一樣 這個叫做紅圓拼 圓拼 紅圓拼 這個沾柱 這個叫做沾柱 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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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磚柱 勇征 這個挑心 這個挑朱 這個叫做挑朱 這個半夜 這個叫半夜住 一半而已 半夜住 這個頂戶 這個叫住戶 住戶 住戶就是頂戶 明南部叫頂戶 民族奮党 大家慢慢就可以去 因為我現在給你們寫這都有順勢 照順勢 所以你們要對的時候 可惜你沒有參選 會比較難看 這是 這是 這有問題嗎 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 好 好 好 我們寶靠 寶靠 裏面 就有禁忌 我們現在 有污染 有騎到 聽到 聽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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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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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aver 顏ём 這個 這 這 這個 其實 這個 這 那 他說,他那個水不會用那個水就是我們這個佐郎 不然叫做流的鹽 這個鹽,他要輸在一個金 我不會打鹽,我就打酒跟金 其實這個要打的 這是台灣鹽,我們要打一個 我不會唱一下,我用主音的 就打那個鹽,唱一下就要打酒跟金 然後就是鹽,鹽鹽鹽,比較鹽鹽 鹽鹽鹽鹽,是這樣什麼 鹽鹽鹽鹽,就是鹽鹽鹽 這個,他出部曲就是部曲 這個叫部曲 他這裡有一個名順的俗話 在那個展覽 在那個圓人,就是在部曲的相連名 這裡,跟這邊,對面這個圓 跟聽裡面的大幫門,跟二幫門 這個文篇 是鹿江名畫家羅懷孫的作品 羅懷孫的作品 羅懷孫的演技很精然 所以有時候,他沒什麼懷孫 他沒什麼懷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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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羅懷孫 就是羅懷孫 就是羅懷孫 他就是羅懷孫 他在我們萬里和山江 王千間那裡 王千愛祖山莊 很多羅懷孫 會,他就反面也很好 因為我們蔡家和王家屬親家 所以很懷孫 而且都是澎山銀色的色研 所以他們都有膠袑 有牠期 所以我們的屋子也請羅懷孫 來圍 那麼蔡家聽他說 一附羅懷孫的官場勝本的發作 這也沒有破壞去 還活著這是博背 這是很不簡單 就是名畫家 他在裡面,在那邊有寫說秉營年,就交互關 所以說,這間圖你都多久,秉營年那時候改正 這秉營年就證明說,他們要做的時候 都有帶那個意志,名家都會 還有一位寫說,這是什麼意思 他寫金蘭,還是懷孫,都是劉懷孫 那麼,燈梁,我們在燈梁,頂帶北瓜,不要外露 就說,你騎到,這個站在外面,我寫金 我這個,我寫金,它騎到 你把它看位,你把它看位,那個門櫃 門櫃,還把它看到金融 你沒看就當時,那個北瓜,要成立主席 這是標準的,叫做,八卦不外露 這個,起床,要有禁止,這種的細節 要設計這樣,是不簡單 那麼,當年有一個金融,要放金融 有一些禁忌 第一,就說,沒要進兩個鞋子的路線 鞋子,我們這鞋子,一支一支,不要讓鞋子拿到 如果你看,鞋子,這個鞋子在那裡,它才不會去床上 去床上,第二,它這個鞋子,不要看在這個門櫃 不要看在這個門櫃,看到這個門櫃,看到這個壁的條 可以看到這裡,看到這裡,就是這個,擋財路 沒有,在那兩鞋子的中間,會擋財路 如果在那側門的上方,會床上,會床上,會床上 因為床上,會床上,會床上 那麼,鞋子的投影線 蝦子的黃色,同學,會床上,他會床上 以這個壁銖,以這個錘竖線 這個長悭,動彼年的一個幾季 丁牛裡面是新鸣的 外面我們人會走到 所以應該我們到天上要親切瘦 由這個丁牛大方至二方親切瘦過 那邊是新鸣的 要是說太大人在那裡 這些死瘦從那裡過都要親切瘦 不要吵鬧要分尊嚴 分尊做分尊嚴的意思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幾季 以前你不是說聽的 因為這個兄弟在玩家 聽到四大人腳步聲就尖爛了 現在我們好像兄弟在玩家 四大人去所以叫我撒塌了 以前大家知道有意見 不然你聽的說話 你怎麼去在旁邊說話 不是這樣 丁牛是六甲尼的 為什麼六甲尼的 因為天有肉氣 是陰陽風雨 會凌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六甲尼就是天有肉氣 所以都用六甲尼的 丁牛 你把水普通的丁牛都要通過拔瓦 大瓣二瓣 都會看到一種丁牛 丁牛會通過拔瓦 這叫作出丁牛會通過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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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拔瓦 叫作百喘寶 過去就那一 söyled肚紛 就比較� brightly 數量豪 八喘寶 tune is 100 berserk 這隻是透過拔瓦 這叫作三政寶 手道 是2öd 不使 Ashe 這樣吼 他有名字 我們聽的心譙 要有事叫吳功 吳功就是什麼 � 最少要這幾尾 所以說 為甚麼接待 一尾 就要說 一尾 花瓶 那是平安的意思 花瓶 還漏一尾 普通的 剛才你說的 唐浩 發聲器 說過了 這哪一台主題 也說過了 這個 架天的地磚 這個地磚 用這六角鹽的 這六角鹽的 可以改稅是錢幣 如果鑽子 鑽子 就是孤樑 鮭 鮭就代表瘦 長瘦的瘦 這才像這六角鹽的 改善財富 但是這間最特別 它裡面的 挖拚這個 挖拚這個 挖拚這裡 這個挖拚用粗糙 四角鹽當粗糙 這樣變成甚麼形 季寶分的形 季寶分的形 所以變成金玉滿堂 可以這樣就 來結束 國有一個 如果比較好的結束 可以告訴我 大家做成果 因為這個 各人各人 都可以說改稅 沒關係 有意思就好了 要有下它的意思 它的原理 現在沒辦法去問到 我們來蔡佳 在剛才這個新杜 都可以信送以外 還有什麼人 有一個分骨 分獨 後面那個分獨 這個分獨 基本上是在分鑽子草丑的 下面 用那個油門 去分 我們蝶子草丑是怎樣 要分的 因為 第一 分下去 它的色水比較好 色彩 會暗暗色 第二 你把它分下去 要配這個海瓜 我們才不會生過 有流氓 生過 不會花枚 不會生過 所以說 所有的 五秋要出的 都要根據 油門分過 這樣就不會我們海瓜 應該用純 就要多久才夠了 所以說 當時 伊藝不發達的時候 我們的帽子 在香港 要在上海是瀟上大 因為上海的 hotel 就是它的里館 都高點的里館 是要 要用我們大家的籽子 是要用我們大家的籽子 我們這個籽子就是因為 所以上海的東西是瘦最大是上海 不是瘦日本 日本是經過經理後 他都叫我們配日本 那這個日本就是新厚 就是兩個地方 叫我們這個人要派一個棋子 叫做出場圓 出場圓 他告訴你做生理 你來注意介紹 他們日本人才給我們 抽一些介紹 這是最大的小最大 是這樣的 所以說這個粉圖的公園 有這樣 他們有大公園 有小公園 有單種的生中台 有雙種的生中台 還有衣櫃 還有荷蘇的名城 還有廚房 有家具 他們這裡有玻璃文化 我裡面這麼多 因為這幾個年之後 玻璃派又換又換 所以說他們裡面有 銀金的玻璃 還有竹紋壓化的玻璃 還有沒有竹紋壓化的玻璃 還有沒有竹紋壓化的玻璃 也有海棠化的玻璃 也有毛玻璃 他的左邊廚房 這邊的廚房 左上角 有一塊手工玻璃 這塊手工玻璃 怎麼看 你看他 你看他 他沒白 他沒白就是手工做的 不是這樣做的 這是他們 因為海棟換 不同時間換的玻璃 不一樣 譬如說玻璃 他們的變化 尤其就是一個 毛毛蟲 剪的剪輸 皮 剛才在這間 我們可以參觀 這個毛毛蟲剪 剪鹽的 拿去日本 作為皮製品的 去拿那個 有我們的 我們修飾 那個 叫我們毛毛蟲 然後那個 鞋 把它剪開 貼那個鞋 然後黏住一塊 好像皮 一塊薄 這樣在出口 所以 菜家用我經驗 耶穌經驗 就很精細 就有東西 拿來賣 那麼 我們這個 左滬龍 這邊也就是左滬龍 這個 他的 他的 他來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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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斬樹孔 鄉邊都有斬樹孔 這邊 你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一個 六角形的 山花 和鳥踏的 鳳雞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這裡還沒 起以前 這裡就是 火靈 這裡就是 又接起來 火靈 還有一根 所以 你會看到他這邊 以前的 山花 的水 和 鳥踏的 鳳雞 這就是在這裡 右邊的 斬樹孔 可以看到木架庫 會這樣 他們這個 角形 左右的 鞋房 角形 都有二樓 有二樓 空間 可能中的家 你不知道 他的二樓在哪裡 他的樓房在哪裡 隔樓在哪裡 這裡有隔樓 菜單剛才有隔樓 10塊 偷偷去看看 沒有人幫你補 你也不知道 好你看 這個是 這個 不錯 這是一個機會 那麼這個 裝書 我們這些裝書 會列行 跟它的意義 有它的 列行跟意義 還有 還有 你們要留一些自己看 我們到四點 還是要跟你們 這個水平坐 沒關係 接著再參觀一下 那麼 裝書的功能 裡面 就是 要做什麼 要給美觀 還有 具備吉祥 風雅的象徵 所以 這個 藝術傳統的 建築中的 民俗公益園 讓我們的 起廟跟古書 都會展現 我們民俗的公益園 這裡面都有代表藝術 就說 我們有文藥 有族的文藥 還有動物的文藥 還有 有歷史的掌握 還有 巡化的團體 我們裡面 動物文裡面 有樹林 靈風 基林 和菇 菇是代表長壽 樹壽是 好把塞秋 樹壽 這個 植物文裡面 就是 碎寒山流 松竹梅 碎寒山流 樹金竹梅 梅南竹梯 就是 聖花路 海棠路 林竹 這都尊於植物文 用植物文 來代表 吉祥的意思 自然文 有日觀路 山川路 風雲路 冰路 水路 延宿路 這都 是我們做的裝飾裡面 有拿來用的 有集合文 就是 竹繩的 還是六條 八條 還是圓的 這是有集合文 文竹梅裡面 有 修路 有 頂路 有牙路 有罐子 這是用文竹梅 來代表吉祥 這樣 文竹梅裡面 有八線 有文竹 有數大金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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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裡面 這個器物裡面 有百保 百保裡面 就是 四條 八 還是 交液 是岩保 還是 鐵 還是 胡化 還是 錢 還是 林竹 這些都是 器物 器物 裡面 來代表 來裝書 這個裡面 什麼是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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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寶書 胡化 什麼是胡化 胡 這個胡化應該是 蝴蝶化 對我們剛才說 蝴蝴靈魂 用這個來代表 諧音 諧音裡面就是 鑼蝶 鑼蝶就是 鑼蝶 鑼蝶 鑼蝶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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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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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台語 台語還配合 你就會 解釋 這樣意思 這是 基本 這也是基本 會用的 我印出來 是說 各位來 印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這裏面 這個 這個 剛才說 貓蝶 就是 標誌老花 就花瓶 平安 花瓶就是標誌 冠 年齡就是年齡有餘 祈求 祈求吉祝 就是 祈求吉祝 我們這個廟後 圍廟都有 會創一個雞 這個 有祈 有祈求 就祈求吉祝 就是平安 有這個 以前的意思 就是 看著兩個 婉姻 這就是 恩愛 看著 烏龜到鮮喉 就是長壽 表示長壽 看著 牡丹就是 富貴 牡丹就是 富貴 映孫 他的意思就是 酒流 酒流就是 多族多孫 對吧 如果看著 雞跟兔 就是入夜 雞是 雞是入 天更就穩 兔子 就是 日夜 用基督代表 解讀上 會這樣 神話 龍鳳 祈禮 瑤瓷 生母 這些都是神話故事的 傳說人 這個 呼吸 瑤聖 阿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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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傳說的故事 的電故 掌故 掌故 三國煙魚 水浮傳 水浮傳 竹林西仙 這些都可以做來做掌故 余義 就是 八仙是祝壽 天官 就是宿母 天官宿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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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 就是神德 的長壽 松厚的長壽 這比較明顯的比喻 按例 比較按例就是 你如果有孕 就表示孝順 孕就表示孝順 這個 按八仙 按八仙就是 像八仙他們所掌的器物 跟外出 外背的他們拿的東西 按八仙 那也是表示長壽 這也是 祝壽的意思 比喻 巴椒 就是爽朗 浮屏 就是漂泊 這就是 這代用就是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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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這裏 人的古墅 欣賞 舊 我們的建築 還是廟 大約這些 有時候都會看得到 好 那麼這個 我今天 跟各位報告 可能這些 大家可以 我們還有差不多 半個鐘頭 的時間 那麼 是不是大家 可以提一些意見 還是 怎麼還是 日本人要報復 那個叫報復 要用這樣 跟我們大家結言 大家開心 會心的結言 要調查 你這裡 住在哪裡 所以要多久 這裡有多久 這裡有多久 有什麼會合 來探討軍情 那麼 還為軍農地 就好 過了就是 我們訪的 有十三張 這個政策 所以我調查 這裡有十三張 我們 舊的政策 十三張 這就是 我們 這個 日本來的 這個 他們失敗 是用 補尾 來跟我們結業 所以說 外的 外的 藥 藥 藥 那個補尾 那個補尾 就是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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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補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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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頭 會移動 會移動 因為 他們方面這補尾 會背來背來 背後面這補尾 所以變成這補尾尾 變成 會移動 但是 腳乖 我們都有七條 所以我們叫做 七體對地 的 的 腳乖 腳乖 變成就有七條 七條 這個補尾尾 都七體對地 的 這個 現在因為 開睡都沒有 但我們背後 這補尾尾 就是 在我們 這個補尾尾 這補尾尾 很大 所以 先說 這補尾尾 就是 他這補尾尾 補尾尾尾 有一個幽言公 真不好就是幽言公的主廊 為了這樣 我們這個外圈的轉角 是為了要撞開幽言公 才轉角 轉角 比較四角 比較直接轉彎 那幽言公現在移掉了 不然那幽言公很輕 二年都做了 那麼開幽言公的時候 如果我們開 filament 開電影 有個問題 大家看不如部分 平吉 Journal 所以誰人 finans 煮纏 紅包 就贏了 敗敗之後應該沒什麼 要開就是有豬頭而已 所以誰人生去櫃豬頭 那個紅包就贏了 都財富 什麼財富的 我們在開壇有一個要壓水穿 他要用水穿 就一隻兩隻腳 這邊要開到那裡 要用水穿 這個土腳才會被 那個人壓穿 壓穿水穿的那個 就去掘一個去拿那個紅包 但是沒有辦法 就身體不好了 所以標示說 開那個出事不太好 這就是 但是你說這個開這個 沙漠輪這個洗酒的來這裡開 不是 不是 當店這個洗酒的 是他們的阿竹來開的 他們積工來開 他為何酒湯金水 為何來開這裡 針頭盤那個沒有辦法 那是大壁 但是他都不肯 他都在那裡搶 搶說 我怎麼在那裡搶 就來找我 跟他搶 而且 人家的身帶 整個地方是 我們國中規定說 你要開睡 要廣告 廣告之後 要八年後 幾十年才要開 開 沒有辦法 這就是一種 這就是 吃飯 要吃飯 吃鹹雞 破的口頭 電器 整十個 這個就是一個地方 那時候 實際的變化 就是這個正面 然後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套路公甲 這套路公甲 含什麼 含這個 奔妮雞 雞 我們這裡有 有奔妮雞 有奔妮雞 我們這個奔妮雞 就是全球人的雞 這個奔妮雞 就是全球人的雞 通宵雞 是客人的雞 街道的雞 應該的人 如果 變成無鎮族群 他們的人都會季節 他比較會笑 他應該說 比較會卸鬥 張淺會卸鬥 敏克會卸鬥 客人沒辦法拚 全球全球拚 應該就是說 比較會這樣 所以說 族群都太集中 一樣的 如果躺在人那裡 如果不穿不穿 你不穿 你不穿 太會被欺負 所以說我們這裡 這裡就是 我奔妮雞 我禄鋼 鋼 鋼就是 鋼尊鋼 鋼尊鋼 鋼尊鋼尊鋼 鋼尊鋼尊鋼尊 鋼尊鋼尊鋼尊 也在我們這裡拆掉 為我們這裡經過 比較近 武車流湯尾 湯尾廣工工是用武車載到到到到到到到 為什麼這個到到到到到就到到到 我就說到到到到 叫做蓬山港 你的文盛都是蓬山港 為何 因為為什麼叫蓬山 蓬山 是在這裡所說的就是蓬山發射 蓬 紅山 他那是蓬山的意思 蓬山 這個磅山是磅年的磅 磅的這個黃衛王現在才做磅 以前才做磅 文磅宿佛要做磅 磅就是磅 磅叫做磅 磅叫做磅 磅山都是為綜藝 不斷用漢林的孤島 大家發揮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我們有很多人 所以說磅和磅管理比較沒辦法操作的 這就是他們是磅管理的 我們是他們來這裡移民 他們本來這裡沒有疑 有疑有音沒有疑 而我們有疑 我們就要記載 我們就將他們的音和磅管理做我們的疑 我們台灣的地名有這個問題 我們台灣我們中國的附近也是磅管理的 所以附近一些酒意 你就叫那個人就好 你不要叫磅 因為可以用磅的音 連用磅的意思 反正彎立榜的磅管理 對 對 當說大狗 各位用說大狗 先水就做無髮頭 中華做拔帥 你不能說他只有半正在無髮 不是 台無虎 有時候都是台無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台無虎 如果沒有 另外一個人的台無虎 會跟鎚的無虎 都拔在給台 給台無虎 那都是以文解詞 台無虎也是他的花痕台無虎 都是我們他的音 我們給他寫 對 所以我們剛才說拔手 他們的音就是拔手 就是見分都拔手 二分都拔手 剛才跟我們的拔手一樣 快